还好 我在贸易公司花三四个月 竟然把一辈子搞不懂的英文搞会了 我每天用那些英文写贸易书信的时候 突然间我念了不懂的英文 突然懂了 然后呢 去广告公司 哇 文案使用文字 比学国文好玩多了 我不断地做 不断地读书 我还觉得这种学习好有效率 现在学不会 不代表以后学不会 我们都知道1984年多元教育之父 Gardner 他提出八种多元智慧 那我们东亚的国家的家长好紧张 我的孩子都没效 快去保识 可是Gardner呢 他讲一句话 你们都搞错了 多元智慧是 有八种分类 在不同的年龄会学会 你大脑还没有发育 你就塞给他这个东西 他当然就是不会的 原来我年轻的时候 不会英文 我不会心思 我不会气管 不是我一辈子不会 它就会 我扶寻我 就会 我扶寻我